來幫阿嬤買菜來 大家來買菜喔 屏東萬丹 立設菜市場邊 這位體型相當瘦弱的阿嬤 守著鐵皮屋前的小菜攤 一邊還掛著網友 幫他畫的紙板招牌 而這位蘇先生 就是熱心的網友 來幫阿嬤整理青菜兼叫賣 你真的覺得網友這樣熱心好 很讚喔 對啊 然後可以介紹 就在那邊買 多幫忙他 買菜的民眾 知道阿嬤的遭遇 忍不住的都會多買一點 因為64歲的阿嬤曾經中風 一周還必須洗剩三次 他雖然有三個女兒 但是阿嬤有苦衷 必須靠賣菜 付一個月五千的房租 還有養活自己 電話都掛掛著 做一趟 這樣喔 電話都不需要花人家 他也會來找你喔 敢不 不找了啦 不找了喔 不找啦 他們就心裡這樣做 這樣跟他打扮 他還會來找我 而阿嬤租的這間鐵皮屋 小小的空間裡相當的悶熱 也沒門就一剛床的樣子而已啦 浴室跟廚房在一起啊 就很簡陋 阿嬤就 他以為他就這樣 也沒熱氣 什麼都沒有啊 這很熱耶 這很熱啊 鐵皮屋啊 對啊 鐵皮屋啊 屋裡的小冰箱打開 沒有什麼食物 櫃子上則是 林長和網友送的罐頭和奶粉 有熱心的網友 偶然間知道阿嬤的處境 有人來幫忙 賣菜也有人PO網 號召大家多來買菜 雖然生活辛苦 但是阿嬤感受到大家的關懷 心裡也溫暖不少 東森新聞SNG小組在評論報導